安波足球快信,2021年1月14日 沙索罗姓史柏尔晋级没问题 意大利杯第五圈赛事在星期五凌晨继续进行 届时有二甲球队沙索罗同二月的史柏尔交手 由联赛组别高低来看,身处二甲的的沙索罗本身就占据优势 还有往迹逆向沙索罗倾斜,沙索罗赢球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沙索罗今季联赛开局阶段表现不错,联赛头八轮保持不败 更一度撒入联赛前三,整体表现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上轮不敌祖云达斯是他们今季联赛的第四场败仗 同时排名也跌到第七,但这个并不可以说他们状态有所下滑 因为他们今季输的四场败仗对手分别为米兰相红 压特兰大和祖云达斯,那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虽则沙索罗打硬仗能力有待伤阁,但他们在面对实力 接近或者更弱的对手时还是高的胜算,所以今次意大利杯 面对更低组别的史帕尔,胜算无疑是有所保证 考虑到球队近年在意大利杯基本在第四,第五圈折击 而且球队队史都难以在意大利杯的历史场何众流明 而今季球队的确相比疫情好,不难想象全队上下对于拿到更好成绩的渴望 今次面对弱女史帕尔,以贝拉迪和卡普图为首的攻击团 当然想拿出更好表现率领球队赢波晋级 史帕尔是上季二甲的副班长,虽然他们今季在二月的表现中规中矩 但排名第五对于一支上季仍是征战二甲的队伍来讲仍是相对差了些 史帕尔今季进攻就一般,平均逆场1.35个入波 甚至仍是二月前陆中第二差的队伍,震重只有马迪亚华洛迪和帕鲁舒基入球数超过三个 如果聚焦于意大利杯,史帕尔的表现同样差劲 他们近三届赛事有两届在第四圈遭到淘汰 而上届在第五圈面对实力不错的AC米兰更在正式三弹 更为不利的是,史帕尔过去六次面对沙索罗一胜难球之余还要输足四场 当中还有三场没有波入,同时在有破门的另外三场中 史帕尔单场最多只是入到一个波 这样的情况来看,史帕尔今次胜算渺茫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讯,刘易军报道 记住subscribe我们和赞我们的专页 M直播有什么波体? 有英超,意甲,法甲,NBA,西甲,淘标,日积,南美自由杯,南美球会杯 你还想看什么波啊?